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不够三十万粉 坚决不再露脸的傲娇花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英国喜剧电影 一周不死全额退款 有些人想好好地活着 但一个意外他就丢了小命 有些人明明想死却怎么也死不了 我们的男主颓废哥就是这样的人 男主自幼就失去了父母 是一个孤儿 长大后的他一事无成 脸上写满了抑郁 整天怀疑人生 此来想去最初男主悟到一个道理 他认为自己就是那种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的人渣 于是越小越纠结的他 就踏上了自杀这条不归路 也不知道是不是男主的运气太好 还是太差 他尝试了很多死法都没成功 比如说他尝试上吊 结果人还没死绳子却断了 他尝试喝酒吃头包自杀 结果因为酒量不行 头包还没咽下去就吐了 他想出电自杀 结果电线却因为短路跳闸了 他还尝试尾气杀死自己 结果猛火了半天 车却没油了 更离谱的是他想让车撞死自己 结果他遇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 当场就被司机给拉进了医院 不仅没死成 还被额了一大笔医药费 诸如此类的自杀 他还尝试了很多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好无损 就像之余 他还把自己自杀的经历 写成了小说 寄给了出版社 但他的小说太过于负能量 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 这又让男主开始纠结起来 最后越想越郁闷的他 来到了一座大桥上准备自杀 画面一转 本拼的男儿老大叔也登场了 老大叔是一个职业杀手 年轻的时候他杀人如麻 从来没有施过一次手 但如今的他已经六十多岁高龄了 伸手早已经不如从前 按赞的任务经常是 接一单黄一单 甚至连最基本的业绩都没法保证 面临着被强制退休的问题 可干了一辈子的杀手 老大爷已经与社会脱节 除了杀人他什么也不会 为了保证自己的饭碗 老大爷就另辟气劲 想了另一个办法 他经常游到在楼顶和大桥附近 去找那些想自杀 又不敢对自己下手的人 以此来完成业绩 顺手送人上路 还比说老大爷这招还挺管用的 自从他发现了这个窍门后 每个月的业绩虽然不是很高 但他总能完成任务 这天晚上老大爷也来到了 男主准备自杀的大桥 正巧就遇到了准备自杀的男主 看见男孩犹豫不决 他也走上去想帮他一下 但大爷的出现 却将男主好不容 才遇难好的气氛 瞬间毁得一干二净 不过韩剑说话的是一个老头 男主也不好意思骂人 他只是告诉老头 你快走吧 看着犹豫不决的男主 大爷立刻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名片 并且告诉男主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找我 我是专业的哦 说完大爷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男主则将名片收进了兜里 大爷走后 男主总算鼓起了勇气 他两脚一蹬就跳了下去 结果让男主没想到 上帝又一次注意到了他 一艘邮轮刚好经过 他正好掉到了游艇上 这下男主彻底崩溃了 回到家后 男主坐在角落里点了一根烟 他一边抽烟一边郁闷 为啥自己就是死不了呢 突然男主想起了那个老大爷 怀着试一试的心态 第二天两人约在了一个茶餐厅 大爷一见男主就知道客户来了 最后他就从背包里套出了一本画册 这本画册是大爷精心 为男主这样的客户准备的 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死法套餐 有建议勇为的 有毒药的 也有脚型的 男主翻来覆去 最后选中了建议勇为 但建议勇为的套餐收费很高 男主只有2000块钱 所以他只能选择最廉价的一枪爆头 选完套餐后 大爷就拿出了一份雇佣合同 并让男主将钱打到杀手协会的第三方账户上 如果一周之内他没有被杀死 那么公司将会全额退款 听完大爷信誓旦旦的保证后 男主也感觉大爷挺靠谱的 于是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回到家后 男主立刻把钱打到了指定的账户 转账完成后 男主会给老大爷打去了电话 问老大爷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自己有些等不及了 而此时大爷正在从另个客户去见上帝 他只是让男主在家里等着 不过挂断电话后 男主就突然来了灵感 他觉得老大爷可以作为新小说的原型 一个冷酷的杀手 每天为了生活努力寻找客户 接下他就提笔开始写起了样稿 但男主不知道的是 其实老大爷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 因为年事已高 老大爷早失去了网约的风格 更哼的是 他还有手抖的老毛病 一箱没干掉还需要再补几枪 写完样稿后 男主便将稿子寄给了出版社 结果让他没想到 这次他的样稿居然被看中了 第二天一个名叫宝儿姐的编辑 就给他打了电话 并且约他一起谈谈写作的事 突兀起来的传音让男主有些猝不及防 为了可以安全的赴约 男主来到楼下找到了老大爷 他请求对方延期一天 自己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大爷则满脸微笑的答应了下来 但一回头 大爷却将约会的地址写在了本子上 接着男主便来到有餐厅 见到了宝儿姐和出版社的老板 虽然还没聊几句 男主低头前脾的瞬间 对面的老板就被一枪抱头 当场死亡 看着死去的陌生人 老大爷十分的纠结 而男主发现了老大爷 他赶紧向老大爷挥手不要开枪 但老大爷根本就不管 还有瞄准的男主又是一枪 然而这次倒霉的 却是一个路过的服务员 竟连失手两次 让大爷十分的郁闷 难道自己真的脑造了 连杀人都能杀错了吗 最后因为连连失手 大爷只能放弃了这次自杀 第二天宝儿姐又找到了男主 想来到手稿的事情 但男主却因为和大爷签了合同 并不打算和出版社合作了 宝儿姐听完男主的解释后 下巴都要惊掉了 投资听说自杀还能外包的 不过接着宝儿姐就开始劝说男主 因为在社会中 有很多男主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的那种类型 他想要男主 把他的故事写成书 然后去帮助那些陷入迷途的人 这样男主不仅可以找到 活下去的意义 投资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勇敢的活下去 男主听完宝儿姐的解释后 感觉也是这个道理 于是他也开始后悔了 想取消合约 但觉得他掏出手机准备联系大爷时 大爷的手机突然在自己家里响了起来 循着声音男子发现 大爷刚刚潜入家里 正准备刺杀自己 气氛瞬间尴尬起来 接着男主便告诉大爷 他想取消订单 钱退不退都无所谓 然而大爷根本不在乎这点钱 还在乎的是男主这笔单子 原来只要干掉男主 大爷这个月的任务就可以完成 收完大爷就举起了手一个枪 准备干掉男主 男主一看暴跳入味的大爷 就知道自己太天斋了 他回头摔着宝儿姐就逃了出去 双方在追求的过程中 一个贴条的交警不幸讨枪 被老大爷一枪送去见了上帝 果然贴条有风险 贴时需谨慎啊 而就在此时 大爷却突然被人绑架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送到了杀手公司的总部 原来昨天执行任务时 老大爷误杀了两个吃瓜群众 那个出版社的老板本来是别人的目标 结果却因为手抖被大爷误杀了 抢饭碗在杀手这行里可是大忌 老板希望大爷可以自己选择退休 并且还把男主那个单子 强制送给了另一个杀手光头哥 大爷一听就不乐意了 虽然自己伸手势弱了 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顶级杀手啊 他绝不允许自己就这样灰溜溜的退休 说完大爷就一拳一拐的离开了总部 看着固执的大爷 老板也意识到了麻烦 于是他便命令光头哥干掉大爷 而这边男主和宝儿姐逃到了城下的老家 经过一路的相处 两人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瞬间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钻小树零食 估计的老大爷又来了 这次他也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一定要干掉男主 退不退休已经不重要了 杀手的骄傲不如侮辱 然而就在大爷即将扣下板击时 他却被外面的光头哥一枪击倒了 看着死去的大爷 男主还以为这下两人总算得救了 但下一秒 光头哥就将枪口对准了男主 然而这位光头哥准备开枪时 剧情又反转了 倒在地上的老大爷却突然站了起来 开枪就结果了光头哥 其他大爷又举起了枪准备干掉男主 还好就在此时 宝儿姐给大爷出了一个主意 既然他杀男主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那么只要重新签一份合约 把目标改成光头哥 那么大爷的业绩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大爷一听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啊 反正光头哥已经死了 是说几个人头还能完成业绩 何乐而不为呢 其他大爷开心的让男主签署了新的合同 处理完光头哥的尸体后 大爷就这样开心的回家了 不过刚打开大门 还就看到了老板 老板还是为了大爷退休的事情来的 他估计再让大爷干下去 公司说不定就要这样黄了 但老大爷却坚持不同意退休 聊着聊着两人越聊越激动 到了最后两人都拔出了枪 还好就在近时 大爷的老婆抱着一个枕头走了进来 气氛再稍微缓和了一点 最后妻子拿着枕头告诉老板 一只鸳鸯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 顺手老婆还收拾了老板手里的钟表 大爷也明白妻子的意思 如果他死了 妻子也不会独活 最终纠结了又纠结 但还是选择了退休 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后 老板也松了一口气 留下了一句祝福后 他便转身离开了 老板走后 妻子掏出了环宇的菜刀 此时老大爷才明白过来 自己老婆也是一个狠人啊 电影的最后 男主和宝儿姐过上了 没凶没造的美好生活 而老大爷和老婆开始了环球旅行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连杀手都开始为业绩奔波了 可见生活有多艰难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不够30万粉 先去不再露脸的傲娇花姐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花姐解说 可以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